這件作品叫做平穎溪流 其實跟剛才的那種激流是同樣一個地方 可是表現的方式就不太一樣 因為它的這個溪流它比較平了一點 但我也沒有採取原景 就是以前景跟溪流來做一個主題性 你可能會發現到說 這個左邊怎麼會很多的紫色 其實這個紫色只是帶動我們把色彩融合做融合性 因為你太過於綠 太過於暗 那這中間你的畫面跟你的溪流水產生對應可能會太強烈 所以我就採取用比較多一點點的紫色 把它整個畫面把它融合 但是紫色也不能用太多 因為紫色它的反射力是比較弱 我表現這個作品的時候 為了整個畫面讓色彩的平衡 所以中間色加了相當多 然後也加了一點點的紫色來平衡它 完成我這個畫面 完成我這個作品 並沒有在這種畫面 如果有質疑沒有按鈕 就讓這個畫面來看 好嗎? 也許可以不用按鈕